锁定台是五间新闻 美国东部各州指伏在地底下长达17年的蝉即将破土倾巢而出 估计数量高达一兆只 宽宠专达表示一只公蝉发出的声音大约90分贝 相当于一台果汁机开机的声音 到时候一大堆的蝉一起叫蝉鸣声震耳欲聋 可能会导致许多户外活动被迫喊卡 你听到蝉鸣声叽叽叫就知道夏天到了 但今年美国东北和东部的居民 五月中旬过后最好准备耳塞 因为蝉的族群数量大爆炸 他们大家一起叫恐怕会吵死人 昆虫专家预告折服地底下长达17年的蝉 一至两周后即将分批破土而出 估计总数高达一兆只 换算一公顷有300万只 平均一瓶就有2450只 密度飙高 公蝉求偶发出的蝉鸣声 当然非常惊人 科学文献记载 蝉的种类全球约3000种 只有少数生命周期较长 其中以两年至八年最多 最常受的就是藏在地底下 17年之久的17年蝉 它们有黑色身体和红色大眼 俗称红眼蝉 今年红眼蝉遍布美东15个州 数量多到爆 各地老涛已经开始流口水 摩拳擦掌准备把蝉或炸或炒 变成桌上的佳肴 一般人当然不必跟这些老涛一样 听到蝉鸣就想到美食 而是应该以宽大的心胸 去了解红眼蝉 在地底下黑暗中苦等的17年 才能终于重现天日 繁衍下一代 这实在是生命和大自然的奇迹 杨振平变异 才能优优独播剧续 理想到什么 没有 愿 还有